大家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 宝岛的人均GDP在2022年度将达到35,510美元 将超过2022年韩国的人均GDP33,590美元 也将超过日本的2022年的人均GDP34,360美元 这是宝岛地区的人均GDP有史以来首次超过日本 不过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人均GDP就在4万美元左右 那么从2011年开始增长到了4.5万美元 后来增长到4.9万美元左右 不过一直没有突破5万美元 再后来就一直在4万美元左右徘徊 受经济不景气的拖累 2022年日本人均GDP将落后于宝岛地区 不过虽然人均GDP看起来不低 好像这个宝岛群众的幸福感却不高 很多网友也去这个宝岛地区也旅游过 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繁华 虽然街道也还是比较干净 但是整体上这个省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 都显得比较破旧 高楼大厦很少 跟这个内地三线城市好像也比不了 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跟想象中的差距也不小 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岛内平均的年薪是65万台币 和人民币是14.6万 那么这个平均工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的钱 而是有67%的人 他们的薪资水平低于这个平均数 那么岛内薪资的中位数是年薪50万1000台币 和人民币11万块 每个月也就和9000多块人民币 工资不高 但是物价却不低 之前我看新闻说这个宝岛的首府 作为这个经济和政治中心 这个市区的房价一直高起不下 高不可攀 5万人民币一平米起跳 那里的年轻人要不吃不喝 至少20年到30年才能埋得起一套小房子 不只是房子贵 蔬菜肉类的价格也是挺贵的 而且移动支付快递服务都不如内地更方便 那么这次疫情爆发以后 别的地方做核酸都是免费的 而在宝岛你要自费做核酸的话 每次大概和人民币要500到1000块不等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么岛内年轻人的发展受限 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 还是事业发展机会都不尽如人意 所以岛内的年轻人的失落感也是越来越高 好了 今天的这个小节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按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